等你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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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周班儿下 所以说等等等等 嗨 亲爱的网友朋友们 大家好 不好意思啊猴子 让你垫下镜头 现在呢 我要隆重地向你们宣布 Tina的世界开播了 我给小点事说话 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刚睡下 先做个自我介绍吧 我呢叫Tina 现在就读于高三 然后毕业以后想去美国读大学 所以现在我告诉你们我的计划 我想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 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拍成DV 然后和我写的评论一起放在博客上 和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我就把它当作我去美国大学的资料 因为我想去美国学新闻传媒专业 对了 你们还可以在后面看到很多有意思的幕后花戏哦 娜娜 你在跟谁说话呢 还不睡觉 OK 最近我的事情呢 被安排得满满当当的 又要复习考试啊 又要跟爸爸妈妈讨价还价 都知道哟 就在刚刚的这集里面 我就向他们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你们想知道吗 快快来吧 娜娜 吃饭了 啊 来了 快点 钱都凉了 妈妈 什么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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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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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爸爸 你现在是在Tina的世界 我是娜娜娇姐 请问你今天妈妈做的饭如何呀 行啊别闹了 好 赶快坐下吃饭 把那玩意关了嘛 干杯 拜拜 快开饭吧 骆驼 你申请学校那事准备怎么样了 哎呀我来了 你要知道 要让考上一个重点大学的管理学专业 最后几个学级的成绩单 很关键 嗯 俩说得对 现在还不是放松的时候 嗯 你那个英语考试啊 可一定要考好 叫拖拖什么来的 叫雅思嘛 如果你能拿到 美国重点大学的一个 管理专业的毕业文凭 你以后的前途肯定很光明 嘚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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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嘚 不能老了Tina世界这个 Tina世界那个的 你说那些 管理专业招生的老师 能习惯这样玩的 学生吗 你看 爸爸 其实呢 我不想考管理系了 你说什么呢 我绝对不会同意你去拍什么电视啊 这存在是不务正业 再说了 我跟你妈韩心 如果做生意? 分享你 就是为了让你去到世界大学做白时梦去 可是爸爸 我觉得我这一天 这狗是什么呀 我不会同意的 为什么我说什么事都要需要你的同意呢 最好现在是这样 怎么这么跟爸爸说话呢 我吃饱 你再吃点 你刚吃多少啊 这孩子 来 这孩子 吃得太少了 好了 你们都见识到了吧 该怎么跟家长斗智斗勇 你干嘛呢 做数学作业啊 太头疼了 我刚跟我爸妈说了我要学传媒的事 他们特别生气 这个你都敢说 在下佩服佩服 那你接下来该怎么办 想好了吗 不知道 不过 我想如果能用这DV拍出点不错的东西 他们要是看到了 我就有办法 不跟你说了啊 挂了 OK 拜拜 拜拜 好了 下集节目更精彩 希望你们不要错过 我是Tina 世界节目主持人娜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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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